房屋處核下的公共屋村一些非住宅單位 處方會根據這個安排 租給區議員及立法會議員做辦事處 截至5月底出租率超過9成6 不過申訴專員公署接獲投訴 華有議員即使已遭用辦事處 但仍可憑著較高的優次再遭用其他辦事處 導致較低優次的議員難以獲偏配辦事處 公署主動調查發現即使是較低優次的議員 獲偏配辦事處的比例仍有8成 而第四優次議員獲偏配的比例 也高過第二和第三優次 認為偏配機制的安排大致適切 已考慮不同組別議員的需求和限制 但就認為房屋處長遠來說 應該繼續研究盡量增加議員辦事處的供應 並定期檢視空置的相關情況 公署調查同時指出 房屋處曾收集不同黨派議員的意見 當時他們一致反對處方將辦事處 優先偏配給未有遭用任何辦事處的議員 反映有關建議在議員之間未有共識 東網記者何子浩報導 中文字幕 李宗盞 中文字幕 李宗盞 中文字幕 李宗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